去年5月底新竹市长高宏安大阵仗突袭新竹棒球场 挖下七包土说要送到美国大联盟的实验室检测土值 民进党新竹市议员刘康彦踢爆 这些土至今还躺在厂商的办公室没送到美国 市府已于5月31日进场相关检测改善工程 当天取样已在第一时间送到美国实验室 我们当时在5月31号的时候 是当时跟美国这边他们有一个顾问 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送给厂商 请他们去提交 为什么那七包土可以放在汉串的办公室 我们当时是交由厂商 是厂商要送给美国的实验室 那你不应该追究吗 刘康彦痛批高宏安前后说法不一 市府出面博士 强调去年分批挖土送业 结果也公布上网 土值并不合格 新竹棒球场5月31日 与7月13日的取样土壤 接在去年送美国专业实验室检测 两次取样的土壤检测 结果并无不同 高宏安被踢爆 他却移花接木 榆木混珠 说土壤有送到美国实验室 如果真的有送 那为什么公务处的含富 会是说土壤仅供相关专业单位参考 高宏安的社会人格 社会信用早已经破产 由康彦返向高宏安信用破产 而此时也正值新竹吹起罢免高宏安的风潮 网友发起第一阶段罢免 有人好奇 高宏安的官司7月24号就要一审宣判 有必要这么急吗 领先人说 即便高宏安有罪被解职 也会由副司长邱承远代行他的意志 只有罢免成案 才能终结他上任以来的乱象 他要做哪个地方做不好才去罢名 不要留意那个什么 那个变成那种纯粹那种政治的口水战 没有意义 高宝说难有干政 还有住豪宅坐豪车等等 一再的辜负这个新竹市民 寄予他的这个厚望 新竹市民是希望这个新竹呢 是能够越来越好 而不是让这个新竹的光荣 荣景是倒退路走回头路 高宏安上任至今官司跟罢免缠身 任期都还没过半 却是内有外患不断 明星网黄兆康新竹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